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条重磅新闻 首先让我们谈谈TikTok的命运 众议院通过的TikTok案 给予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六个月的时间 出售TikTok卡卡 但这看起来并不太可能实现 面对财务技术和地缘政治挑战 这项交易变得异常负责 有可能导致TikTok卡卡美国被全面禁止 专家们甚至预测 这个价值可能达到1500亿美的公司的出售过程 将是企业历史上最为棋手的一次 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的大动作 中国国家数据管理局局长刘烈宏表示 中国正投入数十亿资金建设一个国家级计算网络 目的是在全球高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 并推动经济发展 这个完全集成的国家计算网络 计划到2025年将中国的计算能力扩大50% 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对未来科技发展的雄心 也反映了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加剧 最后我们来谈谈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动态 共和党知名议员麦克特纳虽然不同意特朗普对移民的贬低言论 但认为只有特朗普能解决南部边境危机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正在加快水下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速度 计划从2030年代初开始在下一代潜艇上部署这种导弹 显示了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进步 同时拜登政府加强了庇护申请的筛查 尽管面临挑战 但没有引发新的边境激增 这些新闻反映了全球政治 科技和军事领域的最新动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影响和可能的未来走向 郑其荣与亚当斯案 中国典型的勾兑美国政要模式 二月底纽约布鲁克林检察官协同了联邦调查局 对纽约市长亚当斯的核心顾问格雷克·韦尼格格尔进行搜索 这位顾问另有一中文名郑其荣 在纽约当地华人圈非常活样 圆脉广播 即可直通中国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 《中国遥控墙民终究会惹毛美国》 上报朱笔李豪仲指出 郑其荣和亚当斯两人鱼帮水水帮鱼 亚当斯借由郑其荣的人脉 稳固住纽约华人圈的选票 郑其荣则因身为亚当斯核心顾问 在纽约政商界愈来愈吃的开 所有他主办的活动 亚当斯无不给足面子亲自出席 在检方针对郑其荣这次的搜索中 锁定范围其实不止郑其荣住所 还包括华人聚集指标区 法拉圣内的一处商场 今年农历年联欢会郑其荣就是在纳办活动 并邀请亚当斯立临演讲 自去年夏天以来 刘约检方就一直在调查这座商场 新世界购物中心亚当斯以及郑其荣 彼此间关于政治募款的联动性 李侯柱认为郑其荣对亚当斯10年投资 正是中国典型透过海外侨民 锁定当地政要的一种养兵千日模式 如今在有市长赵的情况下 郑其荣仍遭检调大动作搜索 气氛确实不太寻常 更因为郑其荣的中国背景 而使得整起事件仿佛美国对中国遥控侨民干预美国内政的一连串反制 自2022年布鲁克林检察官揪出中国在纽约执行猎狐行动 2023年再揭露中国在纽约亦有海外秘密警察 再到今天市长忠义顾问遭搜索 尽管暗挪不一 却又具备了一个明确的指向 即美国司法部已开始有系统的要遏制中国政府 与美国遥控侨民的举措 且凸显中国不只干预他国内政 兼而侵犯他国司法 一道再难让人漠视的禁止 德国之声 TikTok按给予字节跳动六个月的时间出售 这是不太可能的 华盛顿油吧 根据众议院通过的立法要求 TikTok180天内被强制出售将成为企业历史上最棘手和最复杂的交易之一 面临着财务技术和地缘政治挑战 专家表示 这可能使出售变得不切实际 并增加该应用被全国法围内禁止的可能性 出售将需要将价值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的公司与其技术技术分离 同时还将面临来自中国的法律挑战和抵制 中国已承诺阻止任何交易 尽管该法案的支持者辨称这不是一项禁令 但实际困难将增加TikTok无法在六个月的剥离期限内达成交易的可能性 之后他可能会因为其1.71.7亿用户在全国范围内被封锁 据一位金融分析师估计 TikTok可能已超过100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而这可能还低估了他的价值 据金融时报报道 TikTok去年在美国的销售额达到160亿美元 这一收入数字可能使该公司的估值达到1500亿美元 这个价格标签将使他成为少数买家能够触及的范畴 并为大型科技收购设立新的里程碑 但是如果由竞争对手科技巨头购买 可能会在美国和世界各国面临严格的反垄断审查 这将减缓甚至停止整个过程 美国跨国投资银行花旗集团前全球技术并购主管大卫 洛卡拉表示 这里的竞标者名单非常短 中国正在为一个国家级计算网络投入数十亿资金 该国的数据主管解释了原因 南华走步 中国国家数据管理局局长刘烈红表示 中国需要一个完全集成的国家计算网络 以在全球高科技竞争中取得竞争力 并推动经济发展 国家数据管理局成立于2018年10月 既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规范数据管理 中国在计算能力方面仅次于美国 计划到2025年将其能力扩大50% 清华大学国际数据公司和中国大数据提供商浪潮集团表示 一个国家在计算能力方面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其数字经济增长0.36%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17% 特大议员部同意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论 但他认为他可以解决边境危机 雅虎 美国共和党知名议员迈克特大表示 他不同意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移民的贬低言论 但坚称只有特朗普能够解决南部边境危机 特纳将美国移民激增的责任归咎于乔拜登总统 他还为一项要求抖音的中国公司出售该平台或面临在美国禁令的立法进行了辩护 引用了对中国监控和数据泄露的担忧 抖音对这些担忧进行了否认 拜登加强了庇护申请的筛查 这不会引发新的边境激增 发生对邮吧 根据最新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数据 美国庇护官员每月完成的面试数量是一年前的两倍 根据更严格的规定 被拒绝并被推荐驱逐出境的移民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 但是接受筛查的人数仍然只占非法越境者的一小部分 而且政府没有足够的拘留能力来长时间拘留其他人进行面试 政府在调整美国庇护系统方面减少边境越境的能力有限 该系统的延迟和功能障碍被广泛认为是非法移民的推动因素 上个月未能通过的两党参议院边境法案将大大增加驱逐出境的能力 提供60亿美元用于移民居留和驱逐出境 并提供资金 提请多达4300名庇护官员 人员增加了4倍 人员增加了4倍 使该法案失败 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利杭德罗麦约卡斯表示 该法案将带来几十年来对我们系统最重大的改变 在我们继续资源匮乏的时候 我们正在尽力而为 麦约卡斯在上周的一次采访中说 这是关于为系统提供更高效和更影效的资源 他说而不是要求政府在没有给予实际工作所需资源的情况下工作 美国加快了水下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速度 日经亚洲根据美国海军战略系统计划主管约翰尼·沃尔夫中将的说法 美国海军正在建造一个用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水下测试设施 并计划从2030年代初开始在下一代潜艇上部署这种导弹 美军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是一种飞核武器 飞行速度是声速到5倍 采用浅弹道轨迹 它结合了弹道导弹的速度和巡航导弹的机动器 只在大约15到30分钟内打击数千公里外的目标 沃尔夫表示海军正在印第安纳州克兰的海军表面 战争中心建造一个水下测试设施 从潜艇发射高超音速导弹需要进行冷发射 即通过高压气体将导弹从发射管中弹射出来 导弹的助推器只有在离开水面并进入空中后才点火 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前潜艇员布莱恩克拉克告诉日经亚洲评论说 这需要进行大量的工程设计 埃尔南德斯在美国法庭上的毒品定罪的犯罪虚伪行为 但导电视台 前红毒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因涉嫌贩毒和武器阴谋罪被定罪 被描述为美国帝国伪善的一个例子 埃尔南德斯在所谓的禁毒战争中是美国的盟友 在2009年美国促成的政变后上台 尽管有欺诈指控 但他在2017年的连任被特朗普政府承认 1990年 美国也将曾因贩毒被定罪的巴拿马独裁者曼努埃尔 洛列加抓捕到美国 特朗普对中国的中央情报局虚假信息行动 微不足道 南华早报评论版 据入特赦报道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下令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展开一场虚假信息宣传活动 以影响公众对北京的舆论 这一揭示引起了冷漠的反应 因为众所周知 美国政府在此类活动中有着历史 美国政府被参议员兰德保罗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虚假信息传播者 这一揭示凸显了宣传和虚假信息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作用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并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4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热门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要谈谈纽约市长亚当斯和他的顾问郑其荣之间的关系 郑其荣是亚当斯的核心顾问 他在纽约华人圈非常影响力 这对亚当斯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民基础 最近警方对郑其荣进行了搜索 这让人感到不太寻常 这次搜索的范围包括一个商场和一个聚集华人的社区 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政府在美国干预的关注 也凸显出中国政府侵犯他国司法的行为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TikTok法案 根据这项法案TikTok会强制在180天内出售 这对于TikTok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交易 可能使得出售变得不切实际 甚至可能面临被全国禁止的风险 这项交易需要将价值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的公司与其技术基础分离 同时还面临来自中国的法律挑战和抵制 尽管有这项法案TikTok还六个月 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分离 中国的期限内完成交易的可能性很小 这可能导致该应用在全国范围内被封锁 另外中国正在投资数十亿资金建设国家及计算网络 中国国家数据管理局局长表示 中国需要一个完全集成的国家计算网络 以在全球高科技竞争中取得竞争力 并推动经济发展 这项投资将使中国的计算能力增加50% 并促进数字经济增长 这些都是今天的重要新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进一步